早前赵薇曾分享一段窦镜彤的视频 视频中窦镜彤将卫衣的帽子戴在头上 一副俏皮样 怀抱吉他对着镜头卖萌搞怪 十分可爱 此段视频曝光后 有网友骂窦镜彤不好看 称王妃的女儿好丑啊 还是小燕子姐姐美 其实不用你衬托 她本来就很美 对此李嫣回应该网友称 请你下次把头上的痣盖住再发美拍 拜托不要以为我看不见 李嫣维护姐姐的评论曝光后 网友纷纷留言安慰道 哈哈太搞笑了 不要理他们宝贝 你姐姐很棒 中国好妹妹 一向低调的李亚鹏和王妃的女儿李嫣 一时间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13日早晨 李亚鹏在微博回应此事 自责对女儿的管理疏忽 表示和李嫣商卓之后 封闭了公共账号 并感谢了关爱和点赞的朋友 最后还不忘调侃 巴比其实也看了好几遍 早前赵薇曾分享一段斗镜彤的视频 视频中斗镜彤将卫衣的帽子戴在头上 一副俏皮样 怀抱吉他 对着镜头卖萌搞怪 十分可爱 此段视频曝光后 有网友骂斗镜彤不好看 称王妃的女儿好丑啊 还是小燕子姐姐美 其实不用你衬托 她本来就很美 对此 李嫣回应该网友称 请你下次把头上的痣盖住再发美拍 拜托 不要以为我看不见 李嫣维护姐姐的评论曝光后 网友纷纷留言安慰道 哈哈太搞笑了 不要理他们宝贝 你姐姐很棒 中国好妹妹 一向低调的李亚鹏和王妃的女儿李嫣 一时间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13日早晨李亚鹏在微博回应此事 自责对女儿的管理疏忽 表示和李嫣商着之后 封闭了公共账号 并感谢了关爱和点赞的朋友 最后还不忘调侃 把笔其实也看了好几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